嗨,大家好,我是司马开林,一个一直在创业路上奔波的人 今天有网友问我,什么样的人能成为老板 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我有个人的见解 你可能发现曾经儿时一起玩的伙伴 或者是大学一起上学的同学 或者曾经一起工作的同事 有一些现在成为了老板 有些人以为老板需要一定的人脉关系 一定的财力支持才能成为老板 其实你发现那些成为老板的人曾经都和你差不多 当然有一些可能是家庭条件好一点 那个咱不说 就是说当时你们的资源和各种情况都差不多 但是他现在成为了一个老板 生活条件比你好很多 然后有自己的公司,有自己的事业 日子也是争争日上的 所以说有些朋友就问我说 什么样的人能成为老板 我们先给老板来个定义吧 有些人说老板是老板着脸 确实,很多老板都老板着脸 但是不是说老板着脸就能叫老板 但板着脸是有原因的 那么就我个人而言 我给这个老板下了一个定义 老板的定义是什么呀 是一年365天没有休息 24小时待命 手机不敢关机 随时处理突发事情 随时加班 然后还要关爱自己的员工 将自己的毕生所学交给员工 这就是老板 听上去很高大上 老板是无私奉献的 但其实老板也是为了自己的梦想 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 所以说老板自己背后 有很多痛苦和闹心的事情 他也有家庭 他也有自己需要处理的事情 而且往往那个事情都是很难处理的 所以说老板老板着脸 这个大家也可以理解 没有办法 老板也想天天开心 但是有很多事情他需要处理 也开心不起来 那么我说一下 什么样的人能成为老板 大家先看一个小视频 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拍视频的设备 登登登登 嗯 嗯 有创意吗 这就是我 司马开林的拍摄设备 大家一定觉得 我很解据是吧 拍摄设备这么简陋 但是我今天要说的不是这件事情 我要和你说的是 解释这个什么样的人能成为老板 看见我那个设备了吗 有些人可能是也想拍个视频 但是他会想到什么 我手机不好 是不是 我手机严价都是多少万像素的 我这个手机太差了 第二点 我这个没有拍摄设备 就是自拍杆上或者是什么呀 第三点又想了 我没有这个运动相机 拍出来的相机是抖的 然后第四个可能有人想了 我不会剪辑 第五个可能想了 我不会说话 然后我不敢在大厅广播直下见人 不敢把视频存到网上 怕别人笑话我 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自己给自己设限了 那么什么样的是成为老板了呢 老板是自身什么都没有 但是他享有 没有办法就是自己想着 像我 我想拍视频 我想和大家聊天 我想和大家分享 我什么设备都没有 怎么办 我只能想着 一个挫子 一个自拍杆 一个相机 就是大家看到今天的我 你在屏幕里看见我 可能还是比较光鲜亮丽的 但是实际上你根本就不知道 我前面摆设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设备 是这么简陋的一个设备 老板也是一样啊 老板想干一件事 一开始没有资金 没有人卖 什么都没有 你和你身边的老板们聊聊天 你问问他们当时创业的时候 拿了多少钱资金 我和你说几千块的 几百块的 我见过最低的是 拿48块钱去深圳的 真的是到那之后 下了火车之后 就是不知道干嘛 连碗泡面都不敢吃 现在身价也是几千万 因为那边一个房子 就上千万了 这个几百万了 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说也混的还不错 所以大家会发现呢 老板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 资金资金不那么足 这个人脉人脉不那么足 能力能力不那么强 就是说各方面能力 跟专业人士来比 都不那么强 但是他成为了老板 而我们却连一个员工都做不好 所以说作为老板人 最大一个特质就是什么呢 充分利用手头的各种资源 举个例子 一个戳子 一个自拍杆 组成了手机支架 来给我设效 没有办法 就这想办法 就三千块钱 还想干成六千块钱的事 那么没办法 只能想办法 所以说老板都睡不着觉 老板都熬白了头 老板都板着脸 所以作为老板 绝对不是一群等待的人 他是一个说干就干 一定是敢想敢做 然后执行力强的人 这种人很容易成为老板 想了去做 然后坚持不懈的去执行 没有办公室用自己家 没有销售渠道自己去跑 没有客户自己去谈 这就是老板 作为员工来说呢 也应该有这种思维 就是即使你不想当老板 不想承担这个责任 不想去招这个罪 受这个苦 去承担这些苦难 那么你也可以有一种老板的思维 至少是能在自己公司 过得很不错 让老板赏识 这就是我今天要谈的 谢谢大家 我是司马凯林 欢迎大家转发和关注